協助摔傷的老夫人回家 幫實質長者聯絡家人 誠信遠景好人好事 多次受到表揚 沒想到有些長輩 卻成了她的受害者 今年1月一名老翁 到銀行提領40萬元的裝潢費 向遠景申請護鈔 沒想到半路上 誠信遠景說錢放家裡不安全 由派出所幫他保管 但老翁事後要回款 向遠景竟否認拿錢 讓老翁份兒提高 分局接貨了解以後 發現事有蹊蹺 立即主動過來做一個清查 一查不得了發現 誠信遠景在同個月份 也犯下另一起案件 一名富人向警方報案遭到詐欺 誠信遠景竟要求她 將30萬元匯到自己戶頭 謊稱可以誘騙犯人加以逮捕 富人匯了錢 遠景又在騙說自己追捕犯人時 撞壞車要求富人再匯7萬元 前前後後總共炸了37萬 個人的一個舉債部分 是以個人理財跟家庭因素為主 以這個房貸為大宗 個人的一個信貸部分為部分 據了解這名陳信遠景 今年28歲在警界待了7年多 和新婚妻子都在宜蘭羅東公正 派出所服務 東窗事發後已經辭職 他向警方公稱欠下房貸 信貸等900萬債務 才會鋌而走線 但他利用民眾對警方的信任 詐騙長輩的錢不僅丟了工作 妻子當天也跟他離婚 更讓警戒蒙羞 記者 林醫生 蔡宇珊 宜蘭採訪報導